买房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担心会做出错误决定吗 毕竟买房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支出 我是Ray 新走在区块链和不动产之间的图管人 本频道请分享个人感想 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一定有风险 不动产购买钱应请盛评估 今天我会帮助你列出你的需求 找出适合的房子 不论你最后想买房还是租房 当然你可能也觉得 房地产泡沫迟早会破吧 在扫紫化的趋势下 未来房屋供给可能会超过需求 这时候选择租房 也是一种策略 第一步钱包说了算 买房终归钱的问题 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 设定一个预算范围 既满足了需求 又不会让你负担过大的房子 这才是最理想的选择 你需要考虑自备款贷款比例 每个月能负担的房贷支出 这些直接影响你的选择 一般建议买房自备款三成 贷款七成 实际上首购族 财务状况不要太差 接近八成没什么问题 买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需求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是美丽的景观 方便的交通 还是优质的学区 你想住在市中心的热闹地段 还是靠近公司更方便上下班 你的通勤方式是什么 可以接受通勤时间多长 周边环境的生活机能和公共设施也是重点 例如公园 捷运站 医院 商圈 住家还要考虑电梯 管理室代收包裹 或是垃圾场 让你不用每天追垃圾车 选择地段 买房最强讲的就是地点 地点 还是地点 从前面的需求找到合适的地区 再进一步缩小到具体的地段 例如生活机能 交通便利周围环境 未来区域发展政策 例如开新道路 交流道、捷运、大型公共设施 这些都会影响房价 再来是周边存在的险恶设施 例如加油站、便电所、工厂、高压电塔 这些因素都要仔细考虑清楚 选城屋还是预售屋 城屋实际看屋况一清二楚 格局、采光、白天和晚上都有不同的感觉 买了就能入住 中古屋可能还需要再花钱装修 预售屋看不到实际的屋矿 要等房子盖好才能住 可能会延期交屋 最后交屋和样品屋多少会有差异 需要考虑完工时间、建商口碑 还有施工品质 屏数和公设比要注意 实际室内面积别只看总屏数 更重要的是你能使用的室内面积 公设比现在33%起跳 公设比高 室内居住的面积就变少了 既然有公设 看看这些公设你会不会用到 妥协取省 地段和价格的平衡 离市中心远点 如果可以接受通行时间长一点 房价可能会便宜不少 房子也可能更大 未来的潜力热区 看看可能发展的重化区 未来可能有增值的机会 建商选择 知名建商品质和售后服务有保障 但价格也会高一些 中小建商 价格可能比较优惠 但要多做功课 看看他们的口碑 以前建案的施工品质 最后买房很重要的一步 办房贷 想要顺利申请到贷款 良好的信用记录是关键 培养和银行往来的记录 信用卡缴费 按时全额缴清 提升你的信用评分 为房贷做好准备 多比较 多比较几家不同的银行 贷款条件可能差很多 多问几家比较划算 当然地点很重要 其他房型楼层高低 房屋坐项 车位 最重要的是这间房子 适不适合你 这些最终看你的需求 还有预算 当然也要考虑 未来换房转手 会不会有抗性 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你 找到适合自己的家 最后多看多问 订阅我们 开启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LINE群 接收最新的房地产资讯